在武汉的火神山医院里,有这样一圈人,他们不是医护人员,但每天都要和患者打交道 他们24小时待命,维持着医院的正常运转,他们就是火神山医院的围保队 自从火神山医院建成以来,这支队伍每天都要进入病房,进行检查和维修 主要负责保障医院的水电路畅童 尤其是医院里面的一些设备,它不能停电 一旦有哪里停电,或者哪里漏水,或者需要增设一些开关,或者插座 我们都是24小时待命的 有时候他们用医药设备的时候,可能功率大了,会造成突然间空开跳闸断电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要及时去处理,不可能说让病人那些医药设备停电 由于工作原因,维保队员们经常要出入感染病房 进入病房前,他们要穿上两层防护服,三层手套,再加上口罩,护目镜等一系列装备 这样一来,平常几分钟就能干完的活,也要半个小时才能完成 但维保队员们每次进入病房,都希望多待一会儿,多解决一个问题 之前都是每天有时候加班到一点两点 有的人还加班到三点四点 我们正常上班是早上八点 有时候是一天,因为进去一次那些隔离服务,防务服务它不是很紧张吗 我们进去就得把它围续好,什么时候弄好,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因为进去一次不容易嘛,有时候有很多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一进去就是一天 虽然工作难度大且充满危险,但是维保队员们却从没有退缩 在病房待的时间长了,维保队员和患者也会经常交流,相互鼓劲 有时候患者也会给他们搭把手,帮个忙,对他们的工作表达认可和感谢 这让维保队员们觉得很欣慰 比如说昨天晚上,他们有个水流不出去 我记得当时是一点多钟了 我进去的时候,当时有个阿姨就跟我说 哎呀,小伙子,你真不错,这个点还能够维修这个 我当时跟她说了,这是我们应该的 我们就是说,在这里做这个维护保障 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里处得安心,没有后无之忧,早点把病治好 就是别人这样子跟我说的话,其实我自己本人的话也觉得很感动 比较有意义吧,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也没觉得累 在维保队里,有很多人曾经参加过火神山医院的建设 医院建成后,他们又留下来加入了维保队 他们深知自己每天都会面对危险 但他们表示,能为战胜疫情出一份力很值得 发展都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好一点嘛 就是病情能早一点,得到控制 就是我们大的本事没有,就是说 小的这方面,尽一下自己的能力 希望我们国家早一点好,我们的同胞早一点康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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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